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江中博先生 第二位是黨政記者 黃偉翰先生 第三位是資深的社會記者 王瑞德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媒體工作者 鍾年晃先生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這個現場 那麼我覺得 一開始聽到 馬來西亞馬航的失聯的事情 我第一個聯想到是 澎湖的這個空難 我記得當時是 什麼金屬疲倦 然後空中解體 因為我們很快 當時非常多的記者 都就是在澎湖坐船出去 然後當時在澎湖馬宮那個地方 有很多的這個 停屍的地方 也做了一個緊急的這個 在空軍機場 對 做一個檢疫的這個靈堂 然後呢 方便家屬認 而且還派了很多的檢察官法醫 還有牙醫什麼的 要幫忙辨認 對 可是呢 我一直以為 馬航也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這個消失這麼久了 連一個什麼行李啦殘骸啦都沒有 唯一發現的是這個東西 但是汪馬 疑似飛機的機艙 汪馬你這樣看也可以 這樣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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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他就是疑似一個機艙門的一個殘骸跟碎片 可是現在也沒有辦法確定 對 那再來就是說這整個事情 有沒有可能是恐怖攻擊 也是不知道 那馬航很特別 就是說這個飛機失聯這麼久 他才公佈 那這種種的疑問呢 其實我覺得 觀眾朋友也非常的好奇 想要知道 先問一下這個鍾博 這個應該不是像 澎湖空彈那樣子的一個 金屬的一個空中解體對不對 因為現在馬航還有他們本身這個 馬國的國防部長兼交通部長 都沒有公佈這個透明的訊息 只知道說這個飛機在馬航的 目前掌握的資訊下是 凌晨40分起飛之後 0點40分起飛之後 大概兩小時之後失聯 可是問題是現在越南那邊的航管單位 所提出來的這個失聯時間 卻又早於了馬航所掌握的資訊 那代表就是說 他起飛沒有多久就失聯了 那現在又有一個最新的消息說 有匿名的一個日本航班的機長 說當時他們是大概在 凌晨1點30分的時候 飛到了跟馬航當時同樣 在越南上空領海的這個海域 領空海域當中 有空的時代 他其實不是看到 他是被當時的越南航管單位要求 說我們跟馬航之間是聯繫不到的 因為你進入我們的領空 你一定要航管 所以可不可以請你去聯絡 當時他說他有聯絡上 聯絡誰 聯絡馬航 馬航當時 就是這台飛機就對了 MH370 對 當時透過通訊是 據這個日本機師的自稱 是馬航的副機師和他對話 但是那個對話的聲音非常的模糊 當時你聯絡不到 你會找最近有可能聯絡到他的人 跟他聯絡嗎 最近的那一輛就是 日本航空那個距離30分鐘 這台跟這台 在空中距離30分鐘 請問你這台跟這台的 聯絡的內容是什麼 沒有 有聲音 他講了副駕駛的聲音是 副機長有講話 可是那個聲音聽不清楚 有通話沒有內容 事實上我們曉得 我們坐過飛機都知道 飛機起飛之後 爬升是一個很危險的階段 但是當你到了一定的高度 就當時他們的行資是顯示說 它其實已經到了35000英尺 也就是所謂160600多公尺左右 這是一個很OK的 氣候也很好 飛機燃料夠不夠 飛機的燃料都很夠 我跟各位講 可以飛7個小時 777這一架波音飛機 它最多 如果加滿油 加到最多的油 它是可以飛16個小時 大概差不多1萬多公里左右 1萬4千公里我記得 他現在對於吉隆坡飛 飛到北京 他飛到北京是6點鐘左右的行程 但是他將7點鐘 頂上是外面嗎 這裡是越南 他飛到北京是7 一張了7小時的油料 就是讓你多了將近1小時的油料 所以他只飛到這裡的油料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才有那種說 在海上可能找到兩道油漬 就是你整支撞下去 就是油兩邊的記憶 油箱是在記憶 所以油可能有兩條 但是那是懷疑而已 好 鄭大哥 我們這樣講 你說你起飛至少可以飛7小時 事實上到現在失聯 已經是40 50個小時了 那也就是說 它不可能再飛了 所以它不會在空中 它應該只能在地上 但是它在地上又失聯 找不到 所以它又可能不在地上 那這時候不在空中 不在地上 那就是比較有可能很遺憾的是最致 我們要了解就是說為什麼越南的塔台 這個雷達掌控員 它本身會要求日航這架飛機的機師 就是在空中就近跟它聯絡 因為無線電的原理簡簡單的 誰距離比較近 誰的通訊比你比較好 那我請問你越什麼 越南這邊的 因為剛好要交接 交接給越南就對了 我這邊的塔 這個國有航管對不對 我要交接過來 然後我越南的這邊的塔台 一定嘗試的跟馬來西亞的這個飛機 曾經用無線電聯絡過 聯絡不上 而飛機看得到 在那個雷達上面是看得到的 可是聯絡不上 聯絡不上也要才會呼叫 另外一輛在雷達上看得到 無線電也呼叫得到的 日航的機師跟它聯絡 雷達看得到 然後 但是聯絡不上 這有兩個可能 什麼可能 第一 無線電故障 無線電故障 可是理論上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為什麼不可能嗎 一台飛機上面 如果你注意看一架飛機的話 一架的飛機 它的無線電的頻道多達十幾個 它為了怕無線電故障 所以有UHF頻道 VHF平台 有HF平台 是三種不同的平台的無線電 都有 理論上來說 我什麼都會通 你知道嗎 這個不行 換這個 這個不行 換這個 然後 這是一個可能 無線電故障 可是可能性很小 問題是日航 他差30分這個航程 可是他是距離最近的 對吧 他說他跟他通話 他有聽到聲音 他有跟他嘗試要跟他溝通 不過他說話也很含糊 聽得出來是一個年輕男子 所以他研判是27歲的富機師 然後可是很含糊 聽得清楚 又有雜訊構成什麼 那麼就是第二種可能了 為什麼第二種可能呢 不是無線電全部故障的話 就是這架飛機 它已經遭到夾持 除非這樣子 它的夾持也沒收到夾持 不能發出去 可是重點在於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呢 所有的飛機不管怎麼樣 機械故障還是怎麼樣 在最緊急的情況之下 都會喊一聲Mayday Mayday是什麼 SOS 就是求救的Mayday 他連喊的機會都沒有 那麼你根據越南的 因為空軍的雷達通常會比 民間的雷達敏感對不對 越南空軍的雷達有發現 一五折緩 就是它的飛機不是還在飛 它還飛回來就對了 它有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它偏離航道 請問它為什麼要偏離航道 這架飛機 這架飛機從這裡飛吉隆坡 要飛去北京 但是飛到哪裡失蹤 現在大家不知道 這個是全世界現在最好奇的地方 飛機出手是大事 但是沒有這台這麼大 為什麼 因為你找得到 說它是降落的時候失事 起飛的時候失事 你知道嗎 還是說這個 一般空中解體都找得到艙海 對不對 這一架現在大家找不到 連失事的 確實一點時間都不知道 那麼你知道嗎 剛剛美人講到了澎湖空難對不對 它在高空上面解體 解體等於是爆炸了 爆炸了以後你知道嗎 其中一位男性罹難者 他的這個包包裡面的名片 為澎湖飛飛飛飛飛飛 飛到了台中中部 他們老爸的殘骸 名片飛到空中飛到那裡去 他如果在空空解體的話 一定會有一些殘骸什麼東西 掉在那個 像澎湖空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椅子座椅 然後罹難者的屍體 然後一些衣物 什麼散落在整個澎湖的外海 就不普遍了 現在已經搜尋了這麼久 而目前所能發現的很少 好 那我問各位 如果是恐怖的活動 恐怖的攻擊 要有人出來簽名 對不對 不然我今天拚一個恐怖攻擊 我就是為了簽名 可是沒有人出來簽名 就是沒有人出來認這一條 目前根據 那這樣的恐怖活動有造成什麼 根據中共那邊的報導 現在講了一個比較未經證實的 說這個叫中國烈士旅 出來說這件事他們負責 那問題是這個網路上面的消息 什麼叫中國烈士旅 就是一個 它有一個恐怖組織 叫中國烈士旅 當然就是說這種東西就是 有的人可能是 就故意趁這個時候 簽名有仿冒的 對 都有可能 而且甚至有人扯到僵毒什麼的 那有人講說 因為這件事情不可能是僵毒 為什麼 僵毒的人絕對不稱自己是中國 可是問題是 他們就是要把昆明 跟這件事情連結就不一樣講 那回到你這邊 有可能是什麼 那美人姐 一般我們都知道說 坐飛機要嘛是遇到恐怖的氣候 或者是遇到了 駕駛員人為的疏失 再來的話就是本身飛機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你說的恐怖攻擊 我藉由澎湖空難這架飛機 來跟著這個做一個比較 讓大家一起來 來分析看看 第一個就是說 假設氣候不可能 因為目前大家比較推翻氣候 我說比較推翻氣候 那駕駛員在這個領域 這個高空 就我們講的飛到 差不多已經FL350 就是我們講的海拔 3萬5千英尺的話 通常這時候自動駕駛的情況下 也不太可能有自動 所謂的駕駛員的操作疏失 那你講到飛機本身的問題 來 澎湖空難那一次 他也是 他已經飛到FL350這個地方了 本來應該是很安全的 可是卻突然從雷達螢幕消失 當時大家也想到恐怖攻擊世界 或者遭受到飛彈的攻擊 已經指到對岸去了 我記得那時候 在這種可能被意外所導致的 包括有飛彈的攻擊 恐怖的攻擊 甚至連隕石攻擊都出來了 還有逆中戰機的攻擊 還有人講說跟什麼無人飛機撞到 各式各樣的說法都出來 為什麼後來會被推翻 就是因為澎湖空難這架飛機 他很快就被找到了 剛剛瑞德哥講 就是說你應該會有很多殘骸 因為當時它是 在我們台灣境內的海域 也就是在木斗嶼 大概差不多東方 差不多30海裡左右 很快就找到了 找到的時候這個飛機 經過不斷不斷殘骸 透過它殘骸 不斷地分析的時候才發現 這個原因實在是太始料未及了 那個蒙皮裂開的地方 長達2.3公尺 而根據研究顯示 只要裂縫打1.5公尺 在空中就會解體了 就有這個機率了 它那個裂縫2.3公尺 導致它機尾脫落 所以整個失控 失壓 飛機試散 所以那時候不是說 一度假如說在雷達看那四大塊 飛機就掉下來了 可是這蒙皮為什麼會裂開 這是2002年5月25號發生的空難 結果去追溯 追溯 追溯到1980年 22年前這架飛機 它當時在香港啟德機場 曾經機尾去插撞到跑道 所以導致它的蒙皮受損 這時候你 因為它是波音騎士機 你必須叫波音 照波音的維修機 維修方式來維修 什麼意思 你要把那蒙皮換掉 可是當時華航的這個工程師 並沒有這麼做 他用一塊鋁板去蓋上去 因為蓋上去之後 這就跟本來蒙皮的強度 是不一樣的 後來每一次的維修都沒有發現 鄭大哥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位工程師 在維修紀錄上面寫 我是有按照波音的維修方式維修 所以大家就不覺得有問題 所以即使貼體皮也飛了那麼多年 對 就飛了22年之後 它終於就被抗了 這個工程師後來被判刑2年 緩刑5年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 靖瑋哥 好 這是這架飛機MH370 馬來西亞這架航空 這架飛機 這架就是現在私事的這架飛機 這架飛機曾經在上海機場的時候 因為插撞 所以它的機翼曾經 尾翼曾經破成這樣 破掉 對 那破成這樣有送到波音去修 波音去維修 對 所以有沒有金屬疲勞的可能 其實不能說不可能 是 老實講 可是可能性太小了 現在這個最奇怪的是說 包括剛剛講說澎湖那個空難 我們的航管雷達都可以看到 飛機原本是一個光點 變成四個小光點 因為列成四塊了 因為以現在的航管雷達的水準 我講的是民航的 軍用我們就先不管它 你只要面積超過兩平方米 兩平方公尺 其實很小 大概就像我們青蛙這麼大而已 雷達都可以偵測得到 你想想看 一架飛機這麼大 它再怎麼列 不管什麼原因列掉 一定會有殘骸是大於兩平方公尺的 可是竟然在越南航管的雷達 它說是光點突然不見 那兩個原因 一個是這個航管說謊 可能有什麼隱形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這個波音公司可能有隱形飛機的 這個技術 這飛機